你真的可以去过去吗? 每次游戏要看死的事情 很危险 虎哥来找佳佳试探自己是否暴露 佳佳滴水不漏 阿柱回来崩溃吐露真相 没想虎哥在佳佳家里安装了监听器 阿柱去自首了 而虎哥去见李鑫 出来后等不及的虎哥直奔阿柱 想要杀人灭口 却扑了空 于是就去找老开麻烦了 另一边 佳佳则和老开一起游说黑神 接着阿柱设计成功 捕捉到虎哥 虎哥在邻居监狱时 告诉了阿柱一个重要信息 阿柱才发现原来幕后主使人竟然是老咖 连李鑫都只是他手下的一个棋子 而在运虎哥的车却出了车祸 虎哥成功脱困 回到本集 故事开始 首先是老咖招揽李鑫的过程 他用提前预知列车事故证明自己的穿越能力 再利用李鑫痛失爱你的心情 带他回到女儿小英还在世的时间 但每次穿越 都是以小英病情恶化最终过世 老咖又提出了一个理论 就小英任重而道远 为了防止李鑫女儿没救回来 先把自己逼疯了 需要找点乐子 大家恐怕都没想到这位才是重量级变态 看着多次没上目一老人 此时老咖拿出杀了杀人魔虎哥 东窗事发被通缉的新闻报道 他要弄死虎哥 救活被害人 再像观察小白鼠一样 观察被害人的命运走向 这才有了后来说服阿洛去杀虎哥的剧情 被虎哥杀的人都活了下来 再接着老咖伪装成普通穿越者 和大家开始了第一集的穿越 阿祖和佳佳这边收到了老咖留给他们的东西 又是从书上摘抄的文字 看起来是像死亡预告还在继续 这时阿祖接到电话 得知押送虎哥的车出了车祸 虎哥抢到现场的摩托车逃走了 另一边老咖告诉李欣 小英每次都是在这段时间并经恶化去世 下一次穿越 他要带上新的帮手帮忙 话音刚落 虎哥推门而入 原来 虎哥袭击老咖那晚 老咖增亮明身份 并承诺带虎哥穿越重置人生 将信将疑的虎哥 因为老咖竟然知道李欣给过他摩托男的照片 暂时放了老咖一命 后来 虎哥被捕 因为摩托男脱困 这才信了老咖的话前来赴约 此刻 佳佳通过老咖留下的卡片暗示 得知他们下一次死亡的时间 就在他们当初穿越回来的前两天 死亡距离他们越来越近 两人只能加紧行动 此时 佳佳负责跟踪黑婶 这时老咖给黑婶来电 竟然要他毒杀小英 黑婶拒绝了这个丧心病狂的任务 老咖却淡定地说道 不 你会做的 因为每次穿越你都这么干了 他的话仿佛带着魔力 黑婶果然对小英下手了 关键时刻佳佳出现 吓走了黑婶 姗姗来迟的李欣终于意识到 每次穿越小英都在今天死亡 完全是一场人为的阴谋 另一边 佳佳去见了老咖 老咖淡定地说出了他这么干的理由 自从发现人生可以穿越重置 他突然找到了很多新乐趣 尤其是这一次 特别有趣 和一群小白鼠一起穿越 近距离观察命运 向婢子之人索命 香香被这个无耻老儿气走 老咖突然说出了一段识破天惊的预告 阿祖会为了救你而死 而且他死得很惨很惨 佳佳完全惊哒了 画面一转 李欣找到黑婶 质问他怎么能下的去手 黑婶解释 他的女儿三年前过世了 老咖承诺只要黑婶听话 就带他穿越回去见女儿 李欣戳穿了老咖的谎言 穿越只能回到一年前 黑婶没想到自己被老咖阴了 但他也留了一手 偷偷录了和老咖的电话录音 李欣从录音中听到老咖 已经不止一次下令这么干 顿时气到内伤 愤怒的李欣去找老咖对质 老咖早有准备 指出他这么干都是为了小鹰 就算今天不死 以小鹰的病情也成不了太久 在这期间绝对研制不出特效药 相比于未知的一年 不如干脆利落穿越重置回安全的一年 而李欣耳根子软 最终接受了老咖的建议 继续成为老咖的工具人 但他也提出不能带凶残的虎哥一起穿越 老咖答应了 他对虎哥本来就是在用缓兵之计 老咖最期待的 还是阿柱和虎哥的命运之战 佳佳和阿柱这边也没有坐以待毙 佳佳先前听老咖说 阿柱会为了救他而死 他一直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阿柱 偷偷找李欣询问死亡地点 但李欣哪敢和老咖为敌 只有老咖知道穿越的办法 他担心老咖不带自己无限穿越 失去陪伴小鹰的机会 佳佳指责李欣 剥夺了小鹰的可能性 小鹰不确定的未来可能是再活一年 李欣又消极地感慨回应了佳佳 注定要死的命运 谁都无法改变了 这时佳佳的倔脾气也上来了 眼神坚毅地说道 不 我要改变给你看 既然说阿柱是为了救我而死的 那我们两个不待在一起就可以了 就算我出事也要救他 佳佳想到了一个冒险的办法 他匿名举报 在老咖的家乡看到虎哥 借此引导阿柱离开这里 阿柱受到了误导猜测 老咖和虎哥都在哪 果断前去抓人 不过佳佳没想到的是 阿柱开到半路 突然接到黑神的爆料电话 得知老咖现在就在 李欣的精神咨询院 赶紧赶到准备先做老咖 此时良心不安的李欣 打电话给佳佳 让他快离开家 原来佳佳曾数次上演的死亡命运 就发生在他家里 佳佳刚一出门就遇到了虎哥 直接将门口送上人头 你说巧不巧 早打电话两分钟 都不会出现这事 这下可苦了阿柱 好不容易堵到老咖 却从老咖这边得知 佳佳出事了 阿柱电话确认 佳佳已经沦为虎哥的人质 只好暂时放过老咖赶回去救人 此刻佳佳祭出大招 说服虎哥停手 当虎哥从佳佳口中得知 阿柱穿越回来 就是为了救被阿楼杀掉的自己时 他沉默了很久 说道 是啊 我很清楚阿柱的心意 所以等我穿越从此以后 我会很小心不入出破绽 或许这样 我就不会再杀人了 紧随着 万众瞩目的宿命之战终于来临 阿柱赶到时 佳佳倒在沙发上 生死未卜 他赶紧上去查看 佳佳迷迷糊糊的醒了 忽然佳佳的表情大变 用尽力气替阿柱挡住了虎哥的偷袭 阿度见状 怒气爆表 没等阿柱送佳佳去医院 佳佳就快不行了 佳佳听老咖说 之前是阿柱为了救他而死 这回他想调换一下位置 成为那个救人的人 可他遗憾的是一直没能补上一本签名漫画给迷地阿柱啊 然而最终 佳佳不幸去世 但阿柱还是没有放弃希望 他找到李欣询问穿越的方法 试图再度逆转 看来是想救活我们的女主 虽然这个世界线的女主死了 但是另外一个时间线呢 还活着 李欣却不想再穿越了 他决定听从佳佳的话 留下来陪女儿去追求一个无限可能的未来 李欣也不知道穿越的具体方法 幸好他还记得穿越所走的隧道位置 此刻老咖正在隧道内掐着时间 穿越必须在2020年1月11日中午11点进行才有效 看来那咱们大伙们都已经错过了 阿柱这边 玛丽全开风驰电车 老咖已经先行一步上路 随后阿柱来到李欣口中 充满不确定因素的长路 两条岔路 阿柱孤注一掷 开上了其中一条路 画面一转 穿越回去的老咖在警局门口遇到阿柱 阿柱好像完全不认识他 老咖松了口气 暗自庆幸那个大麻烦没有追来 但他终究还是中警了 阿柱也完成了穿越 警局前的陌生 全是演出来的 为的就是麻痹老咖 留给阿柱收集罪证的时间 现在 阿柱将以违规制药和违规 进行临床实验的罪名大补老咖 老咖经历了最初的慌张后 已经冷静了下来 阿柱终于说出了他的计划 这些罪名或许无法严惩老咖 但至少能让老咖在教导所待一年以上 老咖一旦错过穿越的有效时间 就无法再回到过去 老咖脸色大变 阿柱解决完老咖 下一个就轮到连环杀人魔虎哥 已有心算无心 虎哥也在了 故事的最后 阿柱鬼使神差来到佳佳佳门口 正好赶上这家出门遛狗的佳佳 佳佳可没有穿越 不记得这位患难与共的伙伴 尴尬的阿柱正要快步离开 却没想到突然被佳佳叫住了 最近铺天盖地都是阿柱抓虎哥的新闻 佳佳也认出了这位明星警察 或许是为了能和佳佳多聊两句 阿柱假装刚刚才认出佳佳是知名漫画家 还表示自己是他的狂热粉 就在阿柱不舍得告辞时 佳佳再次叫住他问道 警官我有私事 能向你咨询吗 阿柱的嘴角控制不住的上窍 他压抑着狂喜 说道 当然 你给我签名就可以 全剧中 这部剧再次证明了好故事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讲故事的方法 一部翻拍自日本小说的韩剧 居然拍出了英美剧的质感 这点本身就比任何剧情都离奇 重制者们全员智商在线 每个人背后都有秘密 天天还都是戏精 看似其乐融融背地里暗潮汹 而最后世界线的收束 反转也让人表示惊叹 欢迎在评论区进行留言 点个关注 我们下部剧再见 我们下部剧再见